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我发现很多影视作品都喜欢用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当噱头 其实拍出来跟历史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但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却完全不是这样 即使它是真实的,你看完以后也会怀疑这是不是虚构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充满了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意大利侵略战争故事 玫瑰岛的不可思议的历史 1968年的冬天,法国的欧洲委员会来了一个奇怪的访客 这个穷嗖嗖脏兮兮的人拿着联合国开的证明 以一个国家元首的身份要求欧洲委员会为他提供帮助 没错,这个看着像丐帮海外封盖的男人就是我们的主角了 男主出身在意大利小镇里,是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工程师 就连小汽车都能自己手做出来 不过这个车却没有被交通法认可 警察问他的车为什么没有牌照 男主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 警察一听觉得颇有道理,然后就把他拒捕归案了 这次闹剧给了男主一个灵感 既然世界是有规则要遵循的,那我就见到一个自己定规则的世界不就完了 说干就干,男主找了自己的好朋友大伙 两个人决定在意大利领海边的公海上建立一座钢铁的小岛 话说,在海边上建那么大的玩意儿肯定是要地基的 这不会在海里打地基咋办呢 于是男主就找了个海上石油海彩的工地 人家建地基,他们潜水为官 就这么硬生生的学会了在海里打地基的方法 这地基技术的问题解决了,可地基材料也是个大问题 混泥土的石心的钢材运费太贵 这回男主的工程师专业就派上了大用场 他把钢材换成了能浮在水面上的空心钢管 运输的时候很轻易就能够被拉走 等到了选好的地点再把钢管里注上水 一下子就能变成石心的地基了 我们的男主和朋友两个人就靠着这么个小破船一趟一趟的拉钢管 在海面上成功建造出了一个400多坪的平台 就连地下水也很快被钻了出来 建造国家的大事就跟拼乐高一样简单 这下可把男主机动坏了 他在安好水龙头的当晚就决定要住在岛上 换说这400来坪的大坪层 除了一根穷穷竭力的水龙头之外 可啥硬结盛失都没有了啊 生理问题倒是能直接拍向大海 可连床被子都没有 你就不怕半夜会冷啊 男主当然没想那么多 他一边听着音乐一边享受着孤独的浪漫 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闷咒语 却吸卷了整个国家 我就说他得冷吧 带收音机和躺椅可不如带个被子实惠 不过在暴风雨的海面solo的倒霉蛋 可不止男主一个 这个在海上漂流了好几个月的流浪汉 成为了男主岛上的第一位公民 没过多久 第二位公民主动找上了门 这个男人原本来自德国 因为他在二战时当了逃兵 国籍就被德国给注销了 他只能在意大利的酒店里当公关招揽客人 不过意大利也不愿意给他国籍 这就导致他变成了黑户 正巧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国家 非常的兼容并包 毕竟人家国家的元首都说了 不得不说 这位公关男的专业素质也是非常的过硬 在他的营销下 男主的岛有了个响亮而文雅的名字 呃是玫瑰岛 这个岛就像是旅游打卡景点式的网红扎堆 不仅有了固定的班船 就连在海上等待上岛的人 也跟火龙锅里的芝麻似的 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很复杂 什么越南战争啊 工人运动啊 慈禧彼伏 社畜们的压力都不是一般的大 玫瑰岛的存在就像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乌托邦 谁都能够在这里喝酒唱歌社会谣 把外面世界的规则抛住脑后 不过目前的玫瑰岛 只有奔迪喝酒打扑克这几种功能 说是个国家 其实也就是个夜店的配置 于是男主就决定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政府 当然了 一国政府肯定不是哆啦A们的神奇道具 想掏就能掏出来的 于是男主他们整理了资料 直接去找了联合国 而玫瑰岛也越来越像是一个国家 他开始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申请 甚至还印发了本国的护照 可玫瑰岛宣布独立这件事 被联合国告诉了意大利 毕竟在联合国看来 男主的这种行为就像是瞎闯祸的孩子 我们联合国得先打电话问问家长才行 这边意大利政府也懵逼了 我啥都不知道怎么就被老师拉过去训话了 意大利政府当然不能够接受男主的做法 他们先是给男主和几个岛民开出了优越的条件 想让他们结束岛上的一切活动 并放弃海外独立 虽然那几个岛民屈服了 可男主并不愿低头 他开着手工制作的小汽车 来到了欧洲委员会提出诉求 我们的诉求程序都是合理合法的 所以要保留玫瑰岛公和国 其实欧洲委员会这边 基本上是通过了男主的申请 但是男主的做法却完全激怒了意大利政府 毕竟站在男主对立面的 可不仅仅是一座老头 还是一个有着军队和武器的国家 等到男主赶回玫瑰岛的时候 迎接他的是比岛还大十几倍的意大利军舰 看着尺寸的对比 杀鸡咽用载哥斯拉岛 虽然军舰非常有威慑力 但是曾经的岛民却以滑水比赛作为借口 强行登上了玫瑰岛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了 意大利政府和玫瑰岛公和国的矛盾 都已经放到了国际层面 现在的对峙代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虽然军舰开得越来越近 恐吓炮也在玫瑰岛的四周连环爆炸 但是只有各位处的岛民 却依旧执拗的手拉着手战成一排 哪怕被爆炸的水花拍散也丝毫不退缩 跟巨大的军舰相比 今天我们依旧没能在世界地图上 找到玫瑰岛的名字 因为它在意大利的摧毁下 变成了海底永久的废墟 我个人是很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的 因为它有一种很纯粹的自由和浪漫 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 这个乌托邦邦的玫瑰岛 竟然是真实存在过的 而且它还凭借着一己之力 拓宽了世界各国的领海范围 虽然玫瑰岛还是毁灭在了历史的洪流里 但是它永远有着无数坚持自由的共鸣 散落在世界各地 玫瑰岛的短暂存在 就是人类曾经坚持理想的象征 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追求自己喜欢的事 即便失败 那也是你曾经最想要的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吧